走吧你 走吧 拜拜 这个东西 这个画面似乎像尸 真是两条不同的鱼 都是怀孕的鱼 都是带短 都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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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了 这个伟大的母亲 我感觉 你只有啊 父女这样 行吧 拜拜 我钓了四条实际上 两条黄鱼放在里面 然后那个两条应该是钓鱼 不知道是花鱼还是黑鱼 我以为冷里了 因为那都是钓鱼妈妈 刚才那个 比如说我钓那些母鱼 那个我有点心疼 我感觉你们这时候应该找个地方 关键是你不只钓了一条母鱼 你主要是吓得绝后狗 不是 我吓得是秦王 哎呦 这个肯定是 哎呀 大的 上眼 这个钓到鱼了 这个 我不应该蒙面 应该让大家看到这个 胜利者啊 那个冠军啊 他的那个军容 他的这个形象是吧 啊 啊 啊 连虾都在上边 没想到一下钓到了一个 半斤多的鱼 哎呀 我觉得 有点伤蓬蓬的自尊心 不好意思 我刚才都都以为我 我中午就得吃你们的了 钓了点人 没钓了点人 那你就吃饼子吧 没事 你放心 我们给你吃海带 哎呀 为什么说这块鱼最多呢 咱家不是国家级海洋牧场吗 国家级海洋牧场 对对对 素有天然鱼舱之称的大潮山岛 是我国北黄海 主要的海洋渔业资源区 生态多样 品类丰富 不仅有黑瓶 石碟 黑菌 六线鱼 为代表土著珍贵鱼类 侵袭于此 作为亚洲最大现代海洋牧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 当地更是公认的刺身 盘豹 扇背 紫海胆 等优良海珍品的传统繁殖地 海洋牧场是什么概念的 海洋牧场就是改造海洋生态环境了 像那个陆地上不有那木区牧场吗 海洋也给它打造好牧场 然后这个怎么打造呢 海洋不就是一片海吗 水下投掷那个人工礁石 人工礁 它是受到那个国家批的 现在 就是这个项目 已经是好多年了 从06年开始 一直就有了 咱们家是第二批海洋工礁石 这个通过海洋牧场把海底改造以后 鱼类 像什么螃蟹 就是海洋生物 给它建造一个很好的生物空间 咱就相当于是把人造海礁投到海底了 现在这个地方原来就没有礁石 这都是让人家投号 有礁石之后鱼就多了是吗 对啊 就相当于是给鱼建了一个房子相当于是吧 对对 建造一个家园一样 这个不少钱吗 海洋牧场改造的一个项目 大概现在我们投资鱼得多亿了 就全都在海底了 对 都在投放到海底 看着还看不见 同等区域的海域 咱家的收益是就好的 前期投入也是最大的 对 有投入有传出 对 因为之前就是怎么说呢 从海里就捕捞 或者是渔民的这样的一个收获的感觉 总是像是感觉像大海的伸手去索取 你这感觉又不一样了 感觉就是自己也有投入 对这个大海也有维护什么的感觉 是吧 对对对 因为常常的 你这个改造完海洋牧场以后啊 通过这个项目 你为后边的 为下一代人 有些基础 它这是 多少年它就不成功了 像不像年华 抱一把吧 这大点的 有仙还进不住 第一步就没行 慢一点 天 干 拿回来 开吃咯 鱼 我可能就是 我还得弄上来 哪怕就在海上 那个锅里面就锁了 对于渔民来说 最最好吃的鱼 是个皇上吃 皇上吃 其实你エ� đã 像entes 常常便锁 爹 现在 找寻 wa